看出来了谢娜也是坚定不移的官配党 照镜粉丝真的谢谢娜姐了 差点让娜姐刻个CP 连家都回不去了 谢娜邀请杨子来录综艺 来拍挖空下套路 迷你暗里地追问杨子 长相思四个男人就没有一个成了吗 看邓维就很不错啊 娜姐把邓维的名字说了五次 娜姐还想让杨子出面 把邓维找过来录一期节目 杨子顿感不对劲 发问娜姐你是喜欢邓维吗 这一问把娜姐的CPU都干烧了 娜姐该回答喜欢吗 她的老公可是张姐啊 都把我们娜姐吓得秃鲁嘴了 娜姐嘴上回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 势必就是在说 我已经有爱人了 这个就留给你吧 可无奈 杨子脑筋转得快 情商也最高 一眼就拆拆了谢娜的私心 杨子表示 如果要请的话就请四个 把主角团全部都给请过来 主打一个语录军毡 谢娜想要套路杨子 结果却被杨子给反套路了 可是杨子都这么端水了 谢娜也仍然不放弃 娜姐依然隔三差五的 就发消息去问杨子 顿围怎么样 这帅小伙感觉行 能谈能成 这些都被杨子腾塞过去了 但是娜姐依然不放弃 继续给杨子发消息 当邓维的说客 真的不行吗 真的谈不了吗 咱就说 劝内人的心事所向 也是观众朋友们 也是观众朋友们 心中的心事所向啊 希望娜姐的真诚 有一天真的能打动杨子 考虑一下给邓维一个名犯 毕竟看两人的剧中表现 真的能感受到 情人皆的那种小调皮 杨子跟邓维走戏的时候 五行说了一句 我喜欢你 这就把正在看剧本的小狐狸 给撩得脸红了 害羞低头 开心死了 很秋色 杨子看到邓维害羞 十分得意的跑去摸人家两家 宁知故问 哎 你脸红什么 小狐狸的反应好可爱啊 就连邓维都忍不住说 怎么这么乖啊 土山琴还挺甜的 还有一场戏 是土山琴撒娇卖萌 围着小妖叫姐姐 这时男狐狸果然会得很 先是委屈巴巴的说 被杨子姐姐给欺负了 后时立体声环绕 姐姐姐姐的叫个不停 即便是导演喊咖了 更为依然叫个不停 要被这一声声 姐姐给洗脑了 注意看杨子的反应 是戏万的真实的脸红 不愧是表哥认证的 难打几啊 心寄托很会谈恋爱 旁边目睹全程的工作人员 评价两人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 填得真正好 就是不知道 郑主回看这一片段的时候 会不会感受到射死呢 果不其然 大家都挺好奇 邓维看到这一段的反应 所以顺应名义把这一段放给邓维看 这位直播的背景似乎在家中 他看到杨子的秒变微笑唇 嘴都咧到后脑勺了 想必阁下当时的内心 S就是在想 他怎么这么可爱啊 今年郭敬明可以算是狠狠牛气了一把 他凭借着云士宇这部作品 再次让大众感受到 他精致唯美的审美品味 就连一向古装瓶瓶的卢玉小 也在他独特的镜头下 变得耀眼独目 不得不说 郭敬明的审美很高级 与观众带来了愉悦的追剧体验 再加上他的作品故事质感上架 更是让无数观众备受期待 近日郭敬明话题启动 周也王金月被曝领衔 邓维汪夺惊喜加盟 这次郭敬明选择让周也饰演小狐狸形象 可以算是出其不意 尽管周也颜值出众 气势青春 但是他的长相偏艳势脸 想要诠释好狐狸的形象 可以算是难度极大 至于坏皮男主 目前剧方正在接触 目前剧方正在接触王心月 今年王心月人气爆棚 口碑极佳 他凭借着在《微玩将来》 宁安如梦这两部作品中的精彩演绎 成为了娱乐圈新进的古装热门小生 相信以他的颜值和演技 肯定会为坏皮这部作品 提供很多有趣的看点 再加上他和周也配合默契 肯定会大大提升 画皮这部作品的热度和质感 除此之外 剧方还邀请到了邓维 汪朵两位高颜值演员 邓维也算是近几年娱乐圈 新进的古装热门小生 他在《长夜机名》 《长相思》等作品中 都有不俗的表现 得到了很多观众的高度认可 这次邓维首次挑战千年狐妖的现象 肯定会带给许多观众与众不同的角色体验 至于汪朵 他是郭敬明备受喜爱的宝藏演员 这次汪朵跟邓维惊喜加盟画皮 肯定会为该剧提供很多高光时刻 目前画皮已经开始筹备 即将在今年年底开机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自从邓维爆火之后 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邓维粉丝48.71万 为什么他的影响力 比几千万大粉的男艺人还要惊人 一动以后天气暴冷 邓维今天上班路透图 也是穿得厚厚的 比之前单薄的衣服 看起来薄暖一点 邓维上下班的动态 真的是满屏图片 为什么邓维那么火 邓维是谁 邓维1995年2月26号 出身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中国内地男演员 2020年 主演古装奇幻爱情剧《御龙》出道 代表作《我是岁月,你是星辰》 潇洒扎人,淡淡妆,虫子,长玉金鸣,长相思 以及目前正在拍摄的《仙台有数》 出道时间短,作品不多 为什么邓维能够爆火 而且爆火后影响力直逼当红 一线一人呢 邓维因为长江思中 涂山景一决爆火突圈 连续爆表的邓维 永偏偏公子美油画 莫上人如玉 公子事无双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一眼惊艳 第二眼沦陷 第三眼不复遇见 大家从涂山景开始认识邓维 然后开始了解 一开始喜欢角色 后来喜欢邓维的全部 简直是爱死 涂山景是真正的赤子之心 内敛的热烈 即使深陷淤泥 也仍旧抱有希望 那一朵金鸣糊在手心里的花 就是证明 小妖也是爱她的这份纯粮 她总是能够看到 比人看不到的 等会在长江思中 有精湛的眼睛征服了大众 再看一遍长江思 又会有新的感悟 涂山景捡起来的从来都不是浪漫 涂山景温柔善良 性格坚韧 涂山景是角角明月 明月虽然阴景缘缺 但暗夜不染 清灰常在 好期待长江思第二季 除了其他优秀条件具备 最重要的一点 男人阳光之气 男人味 男人魅力十足 等会也是非常具有阳光气质的男艺人 身材高跳 颜值包表 在内宇是数一数二的颜值霸主 暴火的邓威其实很少参加活动 修丽可代言满屏热搜 满屏的帅照 火粉断层 支持率非常的高 牛粉特别多 购买力相当的惊人 在修丽可代言时的热度 真的是热闹非凡 后来常常私演张会 邓威颜值包表的图片 也是满屏的热搜 简直太帅了 再到现在有数据组 基本上邓威的任何一个动态 关注度空前绝厚啊 最近邓威一身 经典的黑色西装 亮相迪奥展览 难得的西装造型 展示真实魅力 成为迪奥品牌大使 也是关注度 热搜满天飞 真的是太活报了 为什么邓威让那么多人喜爱呢 主要是因为邓威真实 考古邓威 发现她真的是 值得喜爱的一个艺人 从小学习舞蹈 虽然后来受伤 没有再从事舞蹈 转行做演员 但是可以看出 她身上是带着旧级去演戏的 说明她一里惊人 有黑粉拿她以前 少年往事的图片来黑她 她们纹身 抽烟染发等 但是这正是粉丝 喜欢她的存在啊 说明她是一个非常真实 非常清白的艺人 所有的往事都被考古完了 粉丝一样会支持喜欢她 说明什么呢 说明邓威的出现 真的是内娱的一股清流 让内娱男艺人重新洗牌了 真实的邓威 帅真的性格 阳光帅真 帅气内敛 所以大家都会爱上这个 眼值爆表的男艺人 虽然邓威目前粉丝不多 作品不多 但是在未来的路上 邓威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发展 她的未来真是不可估量 粉丝少 但是活粉多 基本上无此粉 所以这才是邓威 最优秀的地方